接下来我们来做后续的最后的一个结果页面的展示 那这个页面首先我们去整合这个模板 整合模板先在我们的Home的Vue下 得先去创建一个子模录 叫做我们的Cut控制器 对应的这个Cut一个子模录 再把我们的SexizeCut的那个模板文件 给它拿回去 放到ApplicationHome下的Vue下的Cut下 那不改名字呢就用这个名字 改名字的话呢 比如改成和方法对应的叫做ADDCut都行 那改的话呢在这里我们就写个ADDCut 然后改好之后 再到这个模板文件当中 修改它的一些近代资源路径 公共代码去掉 至于这里去掉公共代码 可以从HTMLhead标签都去掉 这些东西都是公共的 留一个title All.css去掉 All.gs去掉 这个head标签都可以去掉 玻璃标签也可以去掉 再到你们的第一个DNAV 一门头部的去掉 都是公共的 就剩下一门主体部分的 一个Cut的一个DNAV 后面还有这个DNAV 这几个留着 最后的底部栏微的给它去掉 底部的都去掉 这前面应该是多了一个 这应该多了一个闭合的 这个看到了把它去掉 那这是我们这个页面上就保留的这么一些代码 保留的几个一部分HTML 再把其中的近代资源路径 替换掉 和我们下的CSS 再找一下有没有这个图片 图片也替换一下 GS页面上是没了 GS都删完了 这是先把页面的展示先给它做完了 然后是页面上需要展示的数据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页面 成功之后需要展示的 首先有一个这个基本的提示 那这就写死就行了 页面上有 那主要是后面的这个商品 要展示商品的楼图图片 要展示商品的名称 还要展示呢 这个规格 规格商品 就SKU里边 它对应的这个规格名称规格值 规格名称规格值 还有这个数量 主要展示这个信息 那所以这个信息 我们需要去呢 在展示之前 需要去查询一下 所以回到我们的Cart控制器的 到这 展示页面之前 先去查询 查询这个商品的相关信息 那商品的这个相关信息的话 查商品的 我们叫固子 固子 等于APP comment model 固子 那直接查询商品的一条数据 我们这个条件呢 可以用这个Permis当中 它有一个固子ID 当然用它去查 会有点问题 直接查的是商品的数据 商品的数据呢 它有这个楼图图片 有商品名称 这个数量的话 在我们这个加入购物车的这个参数里面也有 购买多少个 数量也有 但是呢 这个选中的规格名称 规格值 商品表是没有的 对吧 商品表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这个东西放在哪呢 它放在我们的那个SQ的那张表 就是SPEC的这个固子 这张表 它里面会有一个ValueNames字段 存的就是 这么还要去取到它这里面的这个字段 取到里面的是颜色黑色内存32G 就取这个就行 所以还需要根据呢 SPEC的固子ID 还要根据它 再取到呢 这样的一条数据 再取里面的ValueNames 所以我们这里查询呢 要查两张表 既要查商品表 又要查这个SQ的这张表 两张表一起查 那写个年份查询 可以直接写个年份查询 就完事了 然后那这个查询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把这个查询的代码 给它封装一下 把这个年份查询的代码 我们也单独封装一下 因为呢 在还有好几个地方会用的它 不光只是说呢 我们这里 这里展示要用 在我们后面做那个 购物车的列表的时候 也要用 购物车列表上 它展示上面的时候呢 也要展示它选中的 这个规格名称规格值 也有 再到后面的结算页面 它也有 结算页面这里展示 它也需要去展示 这个规格名称规格值 也可以展示 所以呢很多地方都有用 我们就把这个年份查询呢 也直接封装一下 封装成一个方法 以后呢就不用每次都这么写 这些查询的时候呢 查询商品的信息 我把这个方法呢 就直接封装到 比如说一个商品的模型 或者说呢 另外一个思路的话 也在这个诺记格下 我们放一个固子的诺记格 也不容易方法 都行 我现在就这一个方法呢 我就直接放到 商品的模型当中去 到Homan的Model 到这个固子Model 我在后边去加一个方法 Public 一个静态的Static 然后呢是获取商品的 GETBOODS 然后Wades呢 这个SPC 意思就是说呢 我去 方险没有方险了 意思就是说呢 我查询商品的时候呢 得包含着它的那个规格商品 就是SQ的信息 得包含到一起啊 这是呢 获取 获取这个商品 以及 以及 这个SQ 它的信息 然后查询的时候 有的商品 它是有SQ的 有的商品 它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在空洞器这儿查询的时候 我现在就直接写为呢 静态调用 我刚才封装的 这个GET GOODS Wades SPC 那这里面它有的 有的商品 商品ID 它肯定是有 但是规格ID呢 它不一定有 这个规格商品ID 它不一定有 所以我们这里 传的时候呢 还是都要给它传过去 但是用的时候呢 得加上一个判断 处理 这两个值 两个ID值 我都传过去 传过去之后呢 我这边封装这个方法 我就做一个判断 我得判断一下 它的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 一个是呢 SPC的固子ID 一个是呢 多了固子的ID 两个ID值 固子ID值是肯定会有的 SPC的固子ID呢 可能没有 可能没有 那然后查询的时候 做一个判断 主要是判断一下 这个SPC的固子 看这个值有没有 它有没有呢 会影响到 我们后面写这个查询 我们后面写查询的时候 会写一个外条件 如果说有这个 SPC固子ID的话 我们就直接 以它作为条件 去查就行 没有的话呢 就用这个固在地 作为条件 所以是 如果有这一个呢 SQU的ID 就呢 以它 就以 就以之 作为条件 条件 那如果没有 没有 就呢 就以这个商品ID 作为呢 查询的一个条件 好 那这个Files呢 我们先写一个 基本的结构在这 然后我们先去写 再写一下这个查询 商品信息的 这个年表查询的代码 先把查询代码写出来 再去呢 看看这个条件 应该怎么写 我们商品的一条数据 现在是在商品的模型里边 我就直接用Self Self表示 自己 我调用它自己的方法 比如说呢 用一个 要用年表查询 我们先给自己 写个别名 我用的是这个年表查询 不是用的关联模型 不是用关联模型 我只写年表查询 用Alice写个别名 这是呢 表 T1 这是商品表的 然后年表条件 就一 年表呢 PYG的下位线 这个SPEC 固子 年表到这个 规格商品表 好 写个别名 T2 年表的条件 是呢 T1的固子ID 等于T1的ID 等于T2 规格商品表的固子ID 以这个作为年表条件 就根据 以商品表为主 根据商品表 同时要查到呢 它的规格商品 然后我放 还有个Left 那年表查 左连键 Left 左外连键 然后查询呢 会要有这个Ware条件 然后呢 还查询是 这是查询一条数据 所以最后呢 用一个发行方法 就可以了 中间呢 可以去指定一下呢 查询哪些字段 最终我们取哪些字段 都可以指明出来 查哪些字段呢 我们查第一张表 商品表的 我取所有字段 然后这个 规格商品表的 规格商品表呢 它ID不用了 ID不用了 ID呢 ID其实我们前面也有 我看看这个 对应的数据表 要哪些 Venue IDS Venue Names 主要是这些 Venue IDS Tierre的 Venue Names 然后呢 是它的价格 那这个价格呢 也是需要的 Tierre的 Price 什么地方需要呢 我们在做那个 购物算力表的时候 这里要显示价格 这个价格呢 就显示它有SQ的话 就用SQ的价格 所以我们正取一下 这个Tierre的一个Price 那如果说有的地方 要用到它的成本价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的成本价呢 也取出来 就顺便的事 就是CostPrice 还有呢 它的一个库存 StoreCount 如果需要这个的 也可以把它的库存呢 也拿出来 这个冻结的库存呢 就 这里就没必要了 用不上的话 就不用管它了 那主要取到呢 第一张表 商品表的数据 再取到呢 第二张表 这个规格商品表的 几个字段 然后它的Ware条件 那么这个商品ID 它肯定是有的 所以呢 这里这个Ware条件呢 我们放一个变量 放一个多多Ware在这儿 那前后呢 这个也不要死 Ware条件 这两个地方 都要有这个Ware条件 如果说是有规格 有规格商品ID的话 直接以它作为条件就可以了 如果有的话 那肯定能查到数据 就以它作为条件 所以这个 这个写法呢 就写到 这是T2的表 第二张表 取它的一个ID值 就等于呢 这个 那这里我们写 写着它 写着信头 数组 就是Ware数组当中 有一个建筑段 它的第一个 这个条件的字段的话 是T2这张表的 主建类的字段 等于传过来的一个规格ID 规格商品的ID SQID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 这个值如果说没有传过来 是个空的 那么就以固子ID 作为条件 那就是T1的固子ID T1的ID T1的ID 等于这个固子 固子ID 就是它 想象这个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连表查询的时候 如果说呢 有这个规格ID的话 有规格SQ的ID的话 我就直接可以 以SQ的ID为准 为什么 因为在 为什么要加这个条件啊 因为在我们 同一个商品 它在规格商品表呢 是有多条数据的 对吧 同一个商品 比如固子ID11 它在这里是有 多少进度的 当我们现在要取的 就是其中一条 因为其中呢 我们传过来的 会传过来有一个 这个SQ的一个ID值 所以就需要根据 它作为条件取一条 所以这个条件呢 只要传过来 是有是一个数字的 我们就得它 带上这个条件 那带上它的条件之后呢 那个固子ID 其实就没必要了 这固子ID 其实就没必要了 所以就直接想它 一个就行了 那如果说 没有这个ID的话 没有传这个ID 那就代表着呢 其实在这张表里面 这个商品它是没有这个SQ的 其实和这张表就其实 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我们主要就是商品表 所以这个条件就是拿商品表的ID 作为条件 去查一下 到这儿呢 它是有SQ 那是呢 从多个 从 我们说的一个商品 商品有SQ 而且呢 有多个 就需要呢 根据这个SQ的 这个ID 取一个 取指定的 一个 然后如果没有这个SQ的话 没有SQ 就呢 就根据这个商品ID 那 插询 插询 然后它的SQ 相关的 字段 都是呢 那 我们做的是 左连表插询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 左表的ID为主 插询数据 如果它没有SQ的话 它右表的数据呢 字段都会是那 都查都是那 都是空的 就是没有数据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根据这一个连表查询呢 先查询到我们所有想要的数据 然后查询到数据之后呢 这是一个连表查询 两张表的字段都有 所以对它我们还要去做一个处理 然后呢 如果 如果这个SQ SQ信息中 有这个呢 有这个价格 有price 有cost price 我们说它的值大于零 还有这个store 看它 它大于零 则呢 覆盖 覆盖 商品 信息 中的值 中的对应 字段 那这里面主要要处理的呢 其实就是一个price和 护所price 这个store count呢 以为商品表是没有一个相同的名称的字段的 也不用管它 所以我们主要是处理一下呢 如果说这个固子 如果查到了 查到这个固子了 它里面有这个price 它的price呢 就是我们规格的信息当中的 这个SQ信息当中的一个价格 如果它是大于零的 代表呢 是给它设置过这个SQ的一个价格 我们就把它的商品本身的这个price 固子price 固子price 就给它覆盖点 多着固子的这个price 就给它重新复值 然后呢 如果 它的这个costprice 注意查询这个costprice的时候呢 我们两张表都有这个costprice的字段 那我前面取的时候呢 这里我再给它设置一个别名 ascostprice2 这是第二个字段 那如果不取别名的话呢 它两个字段会覆盖掉 它自己就会覆盖掉 所以我们单独取个别名 再判断一下 如果说这个 规格 规格信息 SQ信息当中的成本价 这是成本价 如果它有成本价 是大于零的 我们就把商品表当中的那个成本价 给它覆盖为 我们这个SQ的 它的成本价 做个处理 后面这个store count呢 可以不用管它 我们这里把它去掉 它本身就有 这是库存的意思 这个SQ的一个库存 处理完之后呢 我们再返回这个商品的信息 就完事了 所以这是呢 对这个查询到的数据呢 再做这么一个处理 好 我们看一下 举个例子呢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结构 查询一下这个数据的一个结构 从商品表 查询到我们的SPC固子的这张表 我就以65的这个商品为例 我去写个连表查询 连表查询呢 从商品表 这是T1 然后呢 Left Joy PYG 下线 这个SPC固子 这是T2 连表条件 T1的ID 等于T2的固子的ID Ware条件 那如果说呢 是有那个SPC ID的话 那就是取T2的ID 就等于 比如说这个816 816 然后查询的字段 我们取的是第一张表的所有字段 T1的星 T2的 比如说我们取了它的price T2的 这个cost price 再取了 再取了T2的这个Store Count 那个Value ID Value Names呢 我这就不想了 看一下查到的数据 商品表的字段都有 对 还在后边 这个商品表的数据太多了 就在这 那这里查询到这个SQ的表当中的 price 我们就把这个price 子段 拿过去 把它的值拿过去 这14000 后面这个成本价是500 这个利润太高了 对吧 把它呢覆盖过去呢 覆盖这个商品表的本身的价格子段 用14000把这个值给它覆盖掉 成本价 那它的成本价是400 我们把它拿过来 它是500 拿过来 把这个零段给它覆盖掉 就修改了这两个字段 再返回这条数据 那现在这条数据里面的东西呢 我们页面上需要的它都有了 就调用这个方法 页面需要的都有了 再把它呢传过去 固子 多少固子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那个购买的数量 购买的数量呢 在我们请求信息当中 这个price当中是有个number的 所以这个字段呢 我们处理 可以比较灵活地处理 就你可以在这补做变量负值 页面上就通过请求对象直接去获取 没问题 或者说呢 我们在这直接给它做一个变量负值 这个number 就等于呢 这个promise当中的number 那在页面上我就写用这个多多number这个变量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把商品的一些 把这个购买数量放到页面当中去 再找到我们这个页面 add cut 他需要展示的 首先有商品的logo图片 这就取得多了 这就取得多了固子的固子logo 这后边有呢 商品的名称 多了固子点固子 name 这后边颜色这一块 这是呢 他选中的一些规格名称 规格值 就取我们固子里面的 有个value names 这是规格 sq的这个表 它里面的value names 这个字段直接有 它包含了规格名称 规格值 后面的数量 就用我们这个多了number 做过变量负值的 就用多了number 没有写这个变量负值的 就用dollarrequest 点上param param 点上一个number 这是从请求信息当中去获取 两种方式都行 但我们写一下 多了number呢 就会简单一点 然后呢 后面有两个链接 一个是查看商品的详情 一个是呢 去购物车结算 我们把链接给它对应修改一下 返回商品详情的 就到呢 url 到home下的 固子下的detail 要传一个主件ID的参数 是哪个商品 这是多了固子当中 多了固子点ID 商品表呢 有个ID值 这是到商品的详情 在后面呢 是到购物车的页面 那它是不需要传参数 就到home下的 我们到card控制器 购物车力表 我们到index方法 那比如把它的那个target呢 也要它去掉 不要了 修改一下页面上的这么两个链接 好像没有别的地方 没有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测一下整个这个功能 先随便呢 找到一个商品的详情 从商品详情也开始 刷新一面 现在我是没有登录的情况下 所以点一下 看能不能加入购物车 没问题 跳过去了 走到这了 说明我们这个流程呢 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好 好 好